陈昭荣亲手22年嫌妻首次曝光,多次和叶全真传绯闻的她,坦言老婆这样说,网友都不敢有意见。 48岁男星陈昭荣,当年以台湾阿诚,台湾霹雳活等多部八点档,声势窜红,闻作本土一颗位置。 受到国妈粉丝喜爱的她,其实私底下也是个好老公,好爸爸。 随着小孩子越来越大,她会尽量避开亲密戏桥段,陈昭荣坦言,如果演亲密戏,小朋友的同学就会讨论,小孩就会觉得不好意思,可以看得出来十分在乎孩子的感受,是贴心的爸爸。 陈昭荣,1995年与张静雯结婚,育有一子一女,大女儿推孤约17岁,小儿子则是2002年出生的宝宝,现今14岁。 因为工作关系,她必须常常出现在镜头前,但她对家庭十分保护,不轻易让家园曝光,早年还传言她秘密离婚,甚至与搭档涅全真转恋情,她都一一否认。 谈企业全真,陈昭荣说,她哦,只有施阵荣这样的企业家才看得上眼了。 从一张张全家旅游照片,足以证明叶全真对她而言只是事业伙伴。 根据苹果报道,陈昭荣和老婆是在学生时认识的,她被她倒追,交往不到九个月,就在南方当兵期间结婚。 陈昭荣表示,我觉得退伍后不能再当须有其表的一人,结婚可以让我感到安定。 过去,叶全真曾被派到进出陈昭荣内湖的家,被媒体报道金屋藏郊。 有记者问她,老婆从未介意过叶全真吗? 陈昭荣说,她觉得我天天回家吃饭睡觉,所谓金屋藏郊的地方明明是公司啊, 我告诉她,乃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老婆,把小孩照顾得这么好,我很放心也很感谢。 据了解,陈昭荣的老婆原本在星光集团做一产睡规划,婚后辞职以家庭为重,成为她背后的女人。 至于两个孩子个性如何? 陈昭荣说儿子从小有生意头脑,我从来不管,也不打他们,所以他们不怕我, 我回到家,他们看我一眼就算打招呼,对妈妈就不敢了。 陈昭荣 其实,陈昭荣孩子的同学从不知道他的身份,他不让小孩的同学知道他们的爸爸是谁, 直到某天他不小心帮儿子签了家庭联络簿,让身份爆了光,那张签了名的联络簿还直接被同学撕掉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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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们的门关系订阅层 Method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过来到静东断下币的我早就知道自己有机会订阅